上個星期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提出要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的競爭行為 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星期四就公布 近日根據舉報 依法對阿里巴巴實施的 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而同一個時間 官方《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 說調查是加強互聯網行業 反壟斷監管的重要舉動 令行業更加規範和健康發展 但不代表國家對平台經濟發展的支持和鼓勵有變 強調反壟斷法對國有和民營企業都適用 文章說今次調查針對的二選一行為 是指電商平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強迫客戶在其他競爭平台之間只能二選一 違反公平競爭 阿里就回應說 將會積極配合監管部門調查 現在公司的業務一切正常 有時事評論員就說 阿里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 首個被開刀的企業有特別容易 在幾個大的科技企業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好日子已經到頭了 他又說當局發出信號已經非常明確 高層的意見實際上是已經統一了 就是對這些民營企業的垄斷巨途 科技新貴 肯定要實行一個全面的監管 讓他們的拓展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讓他們的發展的這個步伐會越來越慢 而且就是可能會不斷地找出他們存在的一些問題 來讓他們的接受三方面的這些約束或管控 這件事 就是 1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